因为受到狂犬病疫情的影响 鹿岛的动物处理 现在也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了 在高雄市山林区有民众反应 社区里面最近陆续发现了三只死狗 但是却一直没有看到政府单位来清理 他们很担心会传播疾病 甚至成为防疫漏洞 而环保局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现在已经派人处理好了 倒在鹿旁草丛的这只黑狗 已经死亡多时 不时发出臭味还引来苍蝇 但却迟迟没人来处理 让附近居民好担心 民众质疑相关单位是不是也怕死狗 有狂犬病所以才推脱不来清理 屈公所则表示面对疫情比较谨慎 会向农业局动保处通报 再看该怎么办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专业的一个业务的执行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立即通报农业局来做处理的 不过其实隶属于农业局的动保处 并不处理一般鹿死动物的尸体 根据高雄市的规定 这些尸体属于废弃物 应该通报环保局清洁队来清除 环保局表示面对疫情已经订定全套标准作业程序 清洁人员必须要有自我保护措施 处理动物尸体之前和之后 现场都得喷灭菌剂消毒 如果是幼欢等重点防疫动物 或者是有抽搐症状的野生动物 则会视情况送交动保处检疫 不过面对鹿死动物 连基层驱公所也搞不清楚该寻哪个管道来处理 政府的防疫宣导恐怕还需要加强 记者东方陈显坤高雄报道